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? 活佛,藏语称诸古,意思是佛的化身,按照藏传佛教的观点,那些佛学造语精身,修正高超的高僧大德,才完成佛业元祭后,他的灵魂又转生为新的肉身,继续完成弘法大愿,普度众生, 这种转生为前世化身的人,称为前世的转世灵童,即此活佛的下一世。 藏传佛教不过藏传佛教十三世纪以前采用的,并不是活佛转世制度,那么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到底是什么时候,怎么形成的呢? 家族式传承宁马派创始人莲花生大师十三世纪以前,藏传佛教的各教派都采用家族式传承方式,如藏族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教派宁马派的传承,最初是家庭世代继承,宁马派的创始人三肃尔就是祖孙三代, 苏尔剥解之后,是由七养子苏尔穷喜饶沙巴喜养父之夜,再后由苏尔穷之子卓普巴世家风格领导宁马派,三苏尔之后,由于宁马派的势力日渐兴盛,寺庙也逐渐多了起来,传承就以师徒相传为主。 萨迦五组萨迦派采用的是,基本上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内部传承方式,如萨迦五组中的初组贡嘎宁波是该派创始人滚却杰伯的儿子,二组索南兹摩,三组扎巴尖伞,都是贡嘎宁波的儿子,四组萨迦班智达贡嘎宁波是贡嘎宁波的儿子,四组萨迦班智达贡嘎宁波是贡嘎宁波的侄子,五组巴斯巴洛追尖伞,则是萨迦班智达的贡嘎宁波是贡嘎 贡嘎宁波的侄子,嘎宁波虽然支派很多,但大多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,藏传佛教其他的一些小教派,如西谢、ZJI-BYE、D-PA、爵举鸭爵囊G-O-N等等,也都采用师徒传承的方式。 转世传承随着藏传佛教教派间争斗的加剧,和教派内部一师多徒珍惜上师法位的矛盾加深,为了保证教派的稳定和领导权的和平传递,传统的师承方法和世俗社会的世袭制度都有一定局限性,于是出现了藏传佛教最有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。 公元十三世纪,港马嘎举派创始人嘎举派,楚布寺四主港马拔西临终之前,口受遗言,我死后,在远方的拉堆,一定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秘法的传人,在他未来之前,依旧暂时作为我的代理,依据他的遗言。 1288年在后藏共堂地方,他的转世灵童被找到,取法名让炯多吉,这就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位转世活佛,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自此开始。 此后,活佛转世为许多教派所接受和效法,在整个藏传佛教中,逐步形成了活佛转世传承的制度。 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大活佛的丰盛始于原名。 1406年,明永乐皇帝册封第五世干玛把活佛为大宝法王。 1653年,清顺至皇帝后,历史达赖老婆的转世,需经中央政府批准,并册封的制度遂成定制。 新时期以来,第一位以金平彻签方式,确定的大活佛转世,是2010年7月4日的第六世德诸活佛的认定。 活佛转世制度,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创举,在这里,活佛的传承,既不是通过家族式的继承,也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选举,而是通过转世至于宗教化的手段完成的。 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、仪轨和藏族宗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、宗教因素协调起来,巧妙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、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。 因此活佛转世从一开始出现,就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。 并且绝了学长时间列与女党其实还是更有臣传承不可思认的、用力的一切死, 并且绝对这些认识的原谋来跟同志弥姓看, 并且绝对这些认识结束气息。